无论是哪个时期,只要一个国家弱势了,那么这个国家注定是要在国际斗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的。 民国时期中国失去了蒙古这么一大片土地,这片土地很久之前就已经是国土的一部分了。 虽说清政府无能,但清朝时期中国的版图,可是比现在要辽阔很多的。 蒙古这片地区,自然不必多说。 东北地区还有一大块是原来属于清朝的,只不过都被俄国占了去。 蒙古虽说表面上是独立的,实际上也是在苏联的控制之下。 可以说,蒙古从中国手中独立出去,完全就是在苏联的一手操纵之下。 虽说蒙古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,但那里的人民却并不都承认,自己就是中国人。 独立分子的野心十分巨大。 清末那一段正是中国对这里控制最弱的一段时间。 蒙古人对独立这件事亏虚已久。 终于趁着清政府垮台,新政府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时候,独立了出去。 按理说这样的独立会,很快受到新政府的镇压。 但是新政府却迟迟没有动静。 不为其他。 正是因为外蒙古,独立是在俄国方面的支援下完成的。 如果没有俄国人提供的资源,外蒙古也不说随意就能够推翻当地的清政府压抑的。 民国没有直接处理这件事。 一是俄国在背后给蒙古人撑腰。 二是国内局势还不平静。 这时候各大军阀要顾好自己的地盘都不容易。 又何谈收复失地。 等到外蒙古独立十年差不多的时候, 俄国内部发生了巨大变革。 这时候,民国就坐不住了。 立马派人把这款地盘夺了回来。 算是结束了外蒙古独立的状态。 蒙古再次被丢掉。 也是因为国内军阀的会战。 因为防守薄弱。 被日本和苏联共同占走了外蒙古大片土地。 这时候的外蒙古再一次宣布了独立。 从此,中国再没有收回来过。 虽然外蒙古名义上是独立的。 但背后总占住个苏联。 当时世界上的各大国家,都是不承认外蒙古独立的。 真正独立还是在二战结束以后。 为了讨好世界强国。 民国承认了几大霸主之间,私自定下的条约。 这之前的蒙古,可能只是短暂地脱离了中国的控制。 但是这样承认他们独立了。 意义就不同了。 这意思就是中国承认蒙古的独立地位了。 以前在自己势力强的时候,还可以抢回来。 但是现在就算是自己的国家富强了。 想要夺回蒙古地区,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 国际上都不会认可这样的行为。 中国解放之后。 因为之前蒋介石已经承认了外蒙古独立的地位。 这时候想要抢回来已经不可能了。 因为那时硬抢的话,也抢不过苏联。 现在也没办法再收回了。 因为蒙古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了。 如果没有承认过蒙古独立地位还有回旋的余地。 只是可惜蒋某人早早的就将蒙古推到了其他势力手中。 幸运的是独立的仅仅是万蒙古地区。 为蒙古因为长期暂聚在日本人手中。 日本战败时被一并收回了。 也没有陷入独立的漩涡。